- 手遊營收會者 哈囉大家好 我是冰的 這次是本月的 頻道8月份手遊營收會者 我上次影片忘記詢問各位有沒有想知道的 但不小心忘了 只好下次一定了 那之後這系列就會像這樣 以營收加其他閒聊等來製作 不再跟手遊評測綁在一起 避免有些觀眾單純只是想看營收 還要聽我唠叨 也為了有些觀眾不看註解 還是要再重申 营收数据都仅供参考 有些像是使用直櫥 或者使用非Google、Apple等平台 又或者像是中国服 或者本身有当地服的营收也不会列入 也大多数是以频道曾经介绍过的为主 如果有你觉得很热门 但我却没有列入 是非常正常的 那就进入本次的主题吧 8月份频道手游营收 这边在加码列入 以目前巴哈勒鲁前20的手游 如果前面已经介绍过 或者刚开服的话 就从后面的顺位地补 那有些手游营收突然暴跌 应该是像上个月没有比较好的吸睛活动 像魔法禁书在日本的8月营收也是腰斩 但还是有3000万的营收 比台港澳好很多 其实当你看到游戏都在断崖式下滑 之后厂商靠广告买量 达不到收益以后 就会准备关门大吉换下一款了 愿你不会是最后那根被压倒的韭菜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GD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